鴨肉 豬肉以及鴨腿鋪到飯上 再搭配清爽解膩的配菜 以及半顆蜜製乳蛋 招牌三寶飯就完成啦 便當盒裝得滿滿的 顧客吃了好滿足 首客經常回購以金錢來支持店家 它的飯其實他們的米飯 它其實是粒粒分明的 它不是說都黏醋味那種 然後他們再加上他們的鴨肉跟豬肉 其實都很好吃 然後再配上他們的醬汁 其實我覺得就一頓飯就很開心 除了三寶飯以外 店家還有另一個招牌 就是這個 鴨肉掛包 因為皮特別Q 特別有彈性 他們要倒的肉就倒了 是沒過來了 所以特別好吃 老闆的特製糖薰鴨肉 每天都得處理至少兩小時 必須先擄過再進行糖薰 處理起來相當費時 老闆也堅持採用當天新鮮的鴨肉處理 把最好的品質留給顧客 想說自己研發一種口味 有別於一般的傳統 所以我就自己研發 將我們的鴨肉搭配這個傳統的掛包下去 然後就感覺上客人吃起來感覺上都不錯 口感都蠻配的 從蒸籠裡拿出掛包 放上鴨肉以及豆芽菜 再加上酸菜 撒點花生粉 最後加點香菜 清爽不油膩的掛包 不論當中餐還是點心都相當適合 如果覺得主菜只有鴨肉太單調 也可以點雙瓶掛包 除了鴨肉以外還會加上豬肉 吃起來更滿足 雙拼便當就是兩種肉加起來很好 也賣得不錯 他說你可以結合看看 結果他買了回去吃以後就變成更好 所以我又增加這個口味了 現代人注重健康又想品嘗美食 老闆特地調整原料 讓顧客可以吃得更安心 我們在滷製薰作的過程 全部不用一滴醬油 也沒有用到味素 全部都是中藥體驗的滷包 然後下去滷 不論三寶飯還是掛包都深受顧客喜愛 午餐晚餐想來點不一樣的 不妨可以來嗑掛包 不但清爽可口 還可以讓你飽餐一頓 記者潘志光 陳英軍 高雄報導